後面上方斑馬線上 穿著灰色T恤的海軍女兵 將身穿條紋上衣的靈性男子 壓制在黑色轎車前 男子不斷反抗 試圖打開車門 女兵一陣扭打之後 從車內抽出了一把開山刀 女兵先是嚇了一跳往後退 接著在斑馬線上 閃躲男子的攻擊 最後男子打開車門 打算逃逸 女兵本來還想繼續追 直到男子又回到恐嚇 女兵才關上車門 記下車牌 讓男子揚長而去 有聽到爭吵了 這名女子其實是蘇澳海軍的生辣兵 在104年1月入伍服役 雖然沒有練過任何武術 情急之下出拳反擊 就將男子擊倒 這名打不過女兵 就持刀砍人的 林姓男子今年27歲 住宿還藏有開山刀籍毒品 為什麼要砍他 他打你 可是你先罵他的不是嗎 時間拉回16號下午 林姓男子的超商購物 與李姓女兵互喵 沒來由就嗆了他一句台語 看什麼 李姓女兵相當不滿 當場氣不過兩人爆發肢體衝突 對男子使出拳擊 以及過肩衰 把他打趴在地上 沒想到隨後 林姓男子不甘心 到車上拿出開山刀 就在馬路上 與女兵當劫追逐 隨後警方貨報抵達現場發現女兵右手上臂有撕裂傷 送醫過後沒有大礙 只是這名男子出言侮辱在先 打不過女兵還遲到砍人 行徑相當可惡 記者林醫生黃靖文宜蘭報導 沙巴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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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